好 现在包含了贬家的人头账户啦 还有宝莱花园 现在都全面要冻结了 因为特征组征办了贬家洗钱案 认定说贬家是以国泰施华银行 保管室的八一不拔所得 奉用了其中的六千万元 来买了两户的宝莱豪宅 涉及的是洗钱 所以现在下令呢 要冻结宝莱两户的房屋 禁止移转买卖 那么日后呢 如果是经过了法院 判决有罪定验的话 要依法来宣告末入 另外呢 特征组也全面的冻结了贬真 利用了亲友做人头的 相关洗钱账户 其中呢 被检方认定是 吴淑珍洗钱重要账户的 吴锦茂 在张宁名声分行的账户之内 有一千多万元的定存 现在检方认为说 这笔钱就是赃缓 所以要一遇冻结了